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多朋友都問我這條問題 安聯有一宗官司要賠很多錢 要退出美國 會不會對我們的投資有很大影響 其實這宗官司已經一段日子 我之前最終最終有審訊總結 它有一個叫做Alpha Structure基金 是一個私募對沖基金 在美國說可以降低風險 但實際跌到媽媽都不認得 都是用一些期權衍生工具的策略 最後爆了一波 當中牽涉做一些假數 明明是那天跌了18% 它說跌了9% 裡面牽涉有幾個人 應該是三個人被炒到魷魚 但安聯都承擔了公司責任 因應美國證監的要求 賠了一筆錢給投資者 所以有些朋友擔心 那是否內部監控出現了問題 以及結束了美國 會否影響了安聯環球投資基金的情況 今天我看了不同的報道 首先這是聯合新聞報台灣 安聯環球投資爆發幣案 支付58億美金賠款和賠償金 亦被禁止十年內在美國提供服務 所以它本身在美國管理其他基金 都被迫轉讓給 這個叫Voy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應該是它打漏了T字 所以它被迫這樣做 這是純粹牽涉美國方面的業務 所以跟香港方面是無關的 這裏它在台灣說 Structural Alpha這個基金 沒有在台灣銷售 而台灣代理的安聯收益成長基金 名稱不變 投資團隊正常 投資人收益不受影響 當然因為安聯環球收益及增長 都是投資在債券、股票、可換股債券等等 所以都是一些實物的投資 所以就算安聯真的因為賠了錢 影響了財務實力 都是安聯的問題 而且安聯是很大的公司 我見它發生了這件事後 反而股價就沒什麼跌 這幾年的表現是大幅炮 所以我相信這方面也不用擔心 而這個也說 安聯成長收益基金 是注彩在路心寶 不是注彩在美國 即使未來安聯環球特定的 美國投資團隊的資產轉讓給Woyer 之後管理基金是不受影響 這不是美國的業務 所以這個成長基金不會轉讓給Woyer 純粹是美國發展的業務 所以基金團隊不變 基金名稱不變 投資收益不變 這是聯合新聞報的報道 這是Yahoo的 說熱銷基金沒有集團出世 安聯環球特止10年內禁止在美活檔 它不可以在美國分銷基金 所以在美國註冊的基金不能再繼續 所以它就要轉讓這方面 它這裏說 其實台灣也是很熱銷的 這個安聯收益及增長 這裏說 安聯說成長基金和出市的避險機 不屬於同一部門 且主動影響金管部通告此案 並無違反台灣的監管規定 至少沒有違反台灣的監管情況 美國證監要求安聯投資 美國公司未來十年不能在美國提供 投資顧問及管理服務 共同基金有十週和封閉營基金 四個月的管理基金轉移 主要的封閉營基金就是PIMCO 那些都是很多人買的 因為抹預派息 所以這可能會受到影響 這個可以保存 只不過轉讓給他 可能大家都有些私底下協表 安聯都會收回一些錢 這個不肯定 有十萬個投資者受害 所以基金投資的監管都很重要 這個安聯都上了很好的一課 那裏面其實就是那個基金經理 和兩個投資組合經理 沒有做好足夠的避險 以及跟同事共謀 篡改正值和即下粉飾基金表現 但是去到2020年 即是蓋不住了 即是大跌的 以及大跌之後又升不回 這個壞 之後其實基金都升回了 反而不升 這裏面就是 例如報酬率 本身是42.15 秉然負現了-4.15 其實都很嚴重的 他就是用一個很複雜的 避險的對沖策略 所以就是 系統一不成功的時候 就出現了大幅的虧損 所以 投資衍生的這個一定是要小心 好 這個就是這樣 另外一些都是說類似 這個宣布長期合作關係 和夥伴關係 其實都是類似的 我們看看 安聯集團反而有升 因為它不只是基金 是一個很大的保險公司 是德國股票DEX的成份 至於世界五百強之下 所以是很大的公司 在1890年成立成百多年歷史 在183年歷史 所以都是一間很大的公司 20 1890 是嗎 是的 差不多可能是 200年的歷史 是 200 2090 不是 是一百多年 是的 一百多年 是的 我們看看 它一年的表現 7% 都算是這樣 不錯 在最近的試驗差 五年也有15%的升幅 即是都上算平穩 那 它長期表現到可以 不是特別突出 但都上算平穩 牌息有五厘 另外我想說說 其實很多金融機構 都會出現一些問題 而被罰款 或被監管 例如 在2021年 渣打被英倫銀行罰了4.8億港幣 對匯豐 罰款是6.6億港幣 港幣是6千多萬英鎊 都相當多 好 就算是中資銀行 在2021年11月19日 這則新聞 指四家銀行 涉違反打擊洗黑錢的條例 金管局總共罰了 4,420萬 工銀被罰款是2千萬最厲害的 所以其實不同的金融機構 都在不同的時間 都會個別出現一些違規的事件 當然可能有時是 監管的條例可能不斷變化 可能中間出現的事情都未頂 當然有些可能是人為的錯誤 但其實這些大型金融機構 自從金融海嘯之後 其實那個監管越來越厲害 當然這次安聯是個個別事件 大家會不會因此而失去信心 真的大家自己去想 我去回到安聯的網站 香港這個 他都有說這件事 證監 證監不會認可基金公告 他沒有說這件醜聞 但反而他就在這裏說 和倫敦合作 好像說得很好 這個就有些問題 這裏就說回 就是 Structural Alpha 這件事 說回這件來龍去脈 大家可以上去看 他就有個結論 就是答便不會對證監會認可基金 即包括安聯的收益及增長 是不會造成重大影響 那理由是甚麼呢 首先作為證監會認可基金 以及投資顧問的安聯 及其他安聯投資的實體 是不受到答便的影響 即是他們不需要上庭 即是他們不牽涉在今次的法律事件裏 涉及事件的個別投資組合經理 是未曾管理任何證監 即是香港證監銀河基金 他只是在美國搞 第三 安聯美國建議將目前 由他管理的相關投資組合 那些職能轉移給另一間或以上的投資公司 那一間都是需要取得相關監管機構的批准 這是美國的事 不跟香港的事 委任任何新的投資管理公司 去管理證監認可基金 都要取得證監事先批准 那證監認可基金的投資特律 不會因為上述投資組合的 投資管理的職能轉秀 是有重大的變更 所以這就是香港 即是證監客下的安聯基金 是不會受到影響 這些就是現在證監客下的安聯基金 這個可以大家去看看 當然就是包括奬及收益基金 都包括在裏面在內 所以這就是他對這件事的回應 大家就自己想想 那我的看法就是 金融機構總是有些時間會出現一些人為的犯錯 有時真的叫做防不升防 所以從投資來說 都是不要沽著 只買一隻分散風險 這是我的看法 那是否立即對這個安聯的投資機構 失去信心 這是大家自己判斷 好 那今天的更新就跟大家說到這裏 大家希望我試好一點 疫情早就退去 大家心情好一點 多一些消費 笑口償開 不要經常躲在家 多一些出去 特別香港可欣賞一些不同大自然風景 或者是�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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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邊 去逛逛一逛公園 也是一件開心的事 好 祝福各位 多謝各位支持 好好這一塊 !」